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一个人在家里 我收不到你的信息 你就不会用你朋友的手机 给我发个短信报个平安吗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小事 我回家以后是可以跟你解释清楚的 但是我回家以后跟她道歉过了 她非但不听 直接跟我大吵一架 你发了疯一样的找她 你去担心她什么呢 因为后面我发现她和前女友 就是一直都在有段思联 所以 所以是担心她不回电话 有其他的隐情 对 因为是这样子的 有一次她喝醉了 她喝多了的时候 然后跟我说 她和前女友要不是因为距离 根本就不会分手 那是酒货的话你能信吗 还有她前女友 其实我跟她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根本就不是她想的那样 因为我只是随口一说 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你们之间 为什么会有金钱的来往呢 还有金钱来往 其实那件事 我已经跟她解释过了 因为有一次她在飞机场 然后睡着了 可能误了航班 然后她就打电话向我求助嘛 这个时候她已经打电话了 难道我不帮忙吗 就是你分手前还分手后啊 分手后 这个时候我已经跟她在一起了 可是你都是有女朋友的人呢 前女友一个电话 她难道就没有其他的朋友 她没有父母吗 她为什么不给父母打电话 凭什么给你打电话呀 但那样一个情节的情况下 她已经开口了 我作为一个男人 难道我直接拒绝吗 她让你干嘛了 我就是给她打钱了嘛 她找我借钱 可是后面她还一直都关心 她前女友到哪里了 一直都在不停地发信息 你怎么发现的 后来我 我看她手机 有那段聊天记录 所以发现 你都不知道删了 因为我觉得没必要删啊 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 就是真诚一点嘛 没必要说这种 其实就是普通朋友 我没必要去 刻意去删掉 但每天就喜欢多想而已 可是我觉得她要是怕我多想 她就干脆不跟她联系了呀 为什么还要一直 这方面那方面的联系 其实你每天就是把 所有的关注点 全部放到她身上 所以才会小题大做 自从那件事以后 不管我是上班也好 下班也好 她总是组一个信息 又一个信息 不停地给我发信息 我见客户 我吃饭的时候 她也不停地给我发信息 难道我见客户的时候 一直拿着手机 你觉得这样礼貌吗 可是我是因为太喜欢你 所以才会一直连着你呀 我当时说追你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你也没有说不喜欢让我改呀 我没有说让你改 我只是说希望你稍微独立一些 不要每天连着我 这样让我接受不了 我知道吗 你和前女友现在还来往吗 现在基本上不来往 因为自从那件事之后 我已经全部跟她解释过了 他们会有联系 而且她朋友和她女朋友也是朋友 所以偶尔有时候 我和她朋友 还有她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她朋友也会在我面前 提她前女友的事情 有一次我们去一个餐厅吃饭 然后她朋友就说 这不是你和前女友经常来的地方吗 那我当时就不乐意了 我说武汉市这么多餐厅 你为什么偏偏要带我来这一家呢 那一家不是离我们家都比较近吗 我只是为了方便而已啊 去前女友去过餐厅 我倒觉得不说也无所谓 但你那朋友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我那群朋友 跟她也是好朋友 难道我去阻止别人去联系吗 那我不可能去阻止别人 最关键的是当你的朋友 说了以上这段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跟你的朋友说 别乱说 我现在已经换了女朋友了 我当时就制止了 然后我后来私下 还跟我那群朋友 都已经说过了的 我说以后不要在她面前 她制止了吗 她有没有制止我不知道 但是她朋友 她朋友还挺过分的 还后来在我面前说 是背对着她跟我说的 说她前女友现在单身了 还想跟她复合 我觉得这种朋友 真的是交不得 但这种事我完全不知道呀 你都没跟我说过这件事 你都没跟我说过这件事